腰腿痛是以腰腿部疼痛 腰部活动受限为主要表现一类病症 常因为外感风寒失血 或跌扑损伤或脏腹虚亏 而致气血瘀制 经络不畅 不通则痛 或血不养经 不容则痛 吸移腰椎键盘突出症 坐骨神经痛 急性腰扭伤等病症 常按照腰腿痛进行诊治 中医根据临床症后诊断一般分为 气质血瘀症 痰瘀阻治症 风寒臂阻症 湿热臂阻症及肝肾不足症 五种类型进行论治 治疗一通补间施 通则 捐除痰 瘀疾及风寒失血 通筋活络 力气止痛 补则补一肝肾 补一气血 二者联合运用 方能迅速改善变情 外治疗法常常可以达到 立肝见影之效 临证务必注意辩证论治 只有辩证准确 有地方时才能针对性治疗 疗效才能满意 现在流行的糖尿病就是消可症吗 现在的糖尿病已经非常时髦了 只要血糖高 但绝不像古来的消可那么好治 血糖高就是糖尿病 血糖高就是消可 曾经有病人 被三甲医院诊断为白血病 精神已经崩溃了 临检指标的确很恐怖 牙龄脑肿严重 尿道感染严重 连续发热三周 但并无其他麻烦 岂不怪灾 于是推翻结论 从头考虑舌智子案 卖红大而闲 用了清热凉血解毒化余治疗法 两年没再闹腾了 到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病 可这位病人告诉别人说 治好了白血病 医生治的是病理 医院给的是表证 两回事 但的确不能太相信化验指标 不然肯定早把他吓死了